最新的消息来关注新北市板桥幼儿园群聚案宣告结案 包含了幼儿园以及板桥某一个社区大楼 加起来一共有610人被匡立隔离 在解隔离之前全数裁剪都是阴性 因此在今天凌晨解隔离了 新北市府也特别派了车辆前往检疫所 再接些住户回家 有住户开心的表示 很庆幸这个病毒没有在社区扩散 还喊出台湾加油 提着隔离期间所有的行李 再度回到温暖的家 两个星期前这处社区大楼的住户 紧急被通知要清空 必须离家前往检疫所隔离 对比当时紧张担忧的心情 现在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 就还蛮庆幸病毒没有过散 所以就觉得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我觉得大家人民的心理建设要做 还第一件事情是想要做什么 就好好沉定一下心情吧 一切都有没有 对啊 台湾加油 板桥幼儿园群聚案 还延烧到这处社区大楼 总计一共有33人确诊 当时幼儿园部分先匡列隔离227人 9月17号裁检全数阴性 18号就解除隔离 至于社区大楼 匡列隔离人数有383人 裁检结果也在22号下午出炉 全数都是阴性 因此23号凌晨就解除隔离 新北市府也派防疫专车 到各检疫所或防疫旅馆 将住户接回家 你们从哪边回来的 我们是401医所 板桥幼儿园群聚案暂时告一段落 新北市也已经针对社区大楼彻底清销 希望居民历经这场群聚风暴后 回到干净的环境再出发 华市新闻林县一城之旭梁洪志 新北市报道